东北名菜 郭保佑 硬菜 酱焖泥酒 我还要大米饭了啊 正茄贵正茄 他们都说这个雪茬好吃 正茄再给我留一个 然而这范儿杠一顿不扯的话 今天又是跟九爷出来吃饭 就是全巨幅农家菜馆 这就是人可够了够了 我还没忌口 你一种吃的 哈哈哈哈 先把米饭写上 蒜菜肉四 绝对下饭的 雪茄里吃的 不行 我不吃 您不吃吗 还有正茄了 您再加个正茄吧 先上来一个蒜菜肉四粉 这个我喜欢 好像刚才把大米饭改成正茄了 入口满满的蒜菜味 这个蒜菜味绝对正 而且是那种黏紧糊糊的状态 我要大米饭了 正茄贵正茄 大哥给我盛完米饭 谢谢 这个肉四都是纯瘦的 反正符合我的喜好 尖叫干豆腐 这个也下饭啊 这个情窖有点糟急了 感觉还没怎么端胜 哎呦 吃着一块辣的 味辣 味辣一块辣的 我也吃辣的出汗 看不懂说这个雪茄好吃 我正经没吃过 其实 我没吃过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 这个傻傻的 没可烈 也没有意味 也没有弹性 这个不下饭 看不懂让我尝尝这个 说这个也好吃 这个肉肯定不是一般的肉馅的那个细腻度 鲜维感特别强 我再来一个 面皮倒没有这么这么的扔 不过咬一口也不散啊 它这个馅真不错 看我最后吧 20块钱一踢 一踢10个 已经宽上我们抢没了 咱们家这有东北菜跟锦炉菜息 今天我们尝的是靠东北那个方向 不知道它多少点的桂化羊肉 这好像就是羊肉片跟鸡蛋 再看它应该比较清单 其实像这么一样 嗯 别看这个菜清单 炒的口快点中 肉质吃着还行 但是这个扇味我点接受不了 这个菜我不喜欢 哇 又是东北名菜 过饱肉 来这个吧 在我看来 过饱肉你只要一口能咬断它 就已经成功80%了 里面这个肉片也够厚 口感是素大于脆 素脆度正好 看这三儿 这个应该是放成这儿的 不是吧 硬菜 酱焖泥酒 目测这一盘得有十条 十一二条吧 我来一条 捋一口啊 这个泥酒肉是绝对的嫩啊 我吃起来就嫌麻烦 整个这个菜口是够重的 里面它是酱焖嘛 剁嚼嚼 旧口米饭 哎 挺香的 最后我再来口全场最爱的 蒜菜肉丝粉 在一块儿过保佑吧 正条再给我留一个 今日九夜小飞 饭百零六 六十五的人均 赤伤利百零二 OK 咱们下回见 拜拜